因应连续假期庞大的交通量 公路总局第三区养护工程处 1月25号召开107年台东地区村洁书运记者会 说明自2月15号到2月20号指 共计6天实施村洁连续假期交通书运计划 台东的检口是一年 后面总检口是才22.5万 22.5万 去年台东进来的旅客延迟有多少 770块 770块是我们检口市的35倍 所以就造成我们每次的春节 联系假期就相当庸赛 台石一线 濒海公路 濒临的太平洋 风景是相当优美的 这条路它的景点都紧 省到旁边大概没有机会道路 所以都要用一些管制设施 管制措施来输印 那第二条就是我们的发动 台东一到花蓮这一条 这一段 那个出入牧场 再过去就是我们最夯的 也是全国最先启动的高台 那个热气球 那再来关山清水的官员 那个出入这个地方有东三十七之一 这一条线我们把它推广为一个环线 那我们南回最近刚刚有金文大桥 多良高架桥 这个风景就紧领太平洋旁边 那我们有很多网友就拍照上去 其实是很漂亮 那我们最担心就是说 我们的游客来 到这个地方就随便停车正义停车 那就会影响车流 所以这个地方要预前我们的用路员 到这里的话 就不要随意停车 但是南回 南回还有一个很夯的景点 叫全国最美丽的车站 多良车站 那里没有腹地 用路员都停在我们的旁边 那上上造成我们道路用赛 所以我这要预训说 我们如果去多良车站的游客 尽量减少你的停留时间 因为去看太平洋 看那个车站 看那个隧道以后 就已经有满足感了 不要停留太久 增加它的替换力 这样我们南回公路就比较不会堵车 林处长表示 2月16号到18号为旅游高峰 2月20号为收价高峰 林处长提醒用路人 尽可能避开交通尖峰 并且酒后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出门前做好车辆检查及保养 上路前配合地图 利用网路APP 收听路况报导 了解各项疏导措施及交通状况 遵守交通规则 多使用大众运输工具 台东所在综合报导 台湾好学的 台湾好学的